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送你的补梦铃 你送我的每样东西 我都会保管起来 来 种子 这是季风树的种子 你曾经跟我说过 希望在越州的家里 有一棵季风树 这样你的生活 就会过得心满意足 有了它 就可以不用想念 昭明宫的季风树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 你愿意跟我一起种吗 嗯 嗯 嗯 这几日我都在想 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去做 到了春天 我们可以去补蝴蝶 到夏天可以去跟船赶小海 秋天呢 我把我的指甲留一留 用干芡草染一染 然后冬天呀 我们可以 在这院子里打雪仗 我还想 养一条胖狗 以后若是跟你有了孩子 我们就一起 在院子里面玩 这些都不着急 一样一样慢慢地做 嗯 一样一样都会做的 嗯 幸好 现在陛下有提兰了 他们 彼此真心对待 相爱 提兰也能分解不少 她的苦楚 不然啊 我总觉得就这么把你拐跑了 对不起陛下 她何其幸运 有了提兰在身边 那 你呢 我是最幸运的 夫君 外面的风吹得有点冷 我们回屋吧 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你们 我不离开 就算了 你们 都不离开 我就不离开 Zither Harp 离开天启以后 我想着 你还是会惦念陛下 所以我便以张成千 约定了联系方法 只要他在天启期间 便会不定期地 告诉我一些 关于陛下的消息 今日 是我第一次收到 他递来的消息 你放心 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你没有死 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在做什么 我这么自作主张 你会生气吗 我怎么会生气呢 你都是为了我好 让我知道陛下很好 才能让我的生活 变得更轻松 我懂的 那陛下现在怎么样 陛下挺好的 那就好 我煲了汤 你想尝尝吗 嗯 陛刚刚得到消息 黄泉营主帅汤秦次 擅自立营 至今不止去向 何时的事 已有十日之久 十日 为何现在才报 他一直成病不住 住所已有亲为把守 这几日 计风馆铺子的人 发现情况不对 才暗中去查 结果发现 他杀了两个计风馆 安在他身边的人 带着十几个亲信 离开许久了 陛下 又收到急报 军营的确出事了 五日之前 不少将士突中弃毒 无声倒下 汤秦次亲信软禁了贺瑶将军 集结了汤秦次的旧部 离开黄泉馆 恐怕 是要攻打天启 什么 张承杰 你麾下驻守天启的兵力 有多少 一万五左右 少子 是 季风馆安卫营 与宫中中卫军 有多少人 一万人左右 两万五千人 张承杰 速派人 关闭所有天启城门 做好守城的准备 是 少子 立即放信戈 通知戈州府刺事 派兵增援天启城 是 慢着 再加派快马 向各地求援 是 陛下 是否要通知 朕已放了他自由 不要麻烦他了 朕打了这么多仗 朕是摆设吗 臣不敢 臣这就去 说什么 汤前自命人 闯入了军营 软禁了贺瑶 如今正在集结旧部 可能打算攻打天启 事发突然 城内官兵只有两万余人 陛下已经下令 关闭城门 随时准备应战 唐前自竟然如此冲动 他这次竟然想 鼓出一指 现在天启兵力薄弱 陛下肯定会令各州府 所有的刺史出兵 但是刺史不是军队出身 他们的反应又快慢 现在最快的方法 就是让岳州的陈赫然出兵 但是我不能陪你去 我知道 你要先赶回天启 咱们兵分两路 即刻出发 我与汤前自共事过 我知道他是个聪明人 若是为了权谋 他不会揭竿而起 他心里有提栏 我想他是为了树荣飞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尽快赶到 你一定要等我 你要小心 城门 张将军说 不管叛军攻几次 攻哪里 他将誓死守住 请陛下放心 告诉他 朕在禁城 只留了少量兵马 其余的全部兵马 都已派去 祝他守护天启城门 臣败在此一局 一定要趁到援军赶到 若有必要 朕会轻征 与你们一同作战 怎么回事 陛下 怎么回事 快说呀 回陛下 方才有几个内官 来传陛下口谕 说要带树荣飞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树荣飞和婢子姑娘 便随他们走了 其实不过一会儿 墓内官也要带树荣飞走 这怎么可能 让仙大人等带树荣飞走 冤毛子呢 陛下 我等在京城偏僻处 发现了内官 和中卫军的尸体 好 陈中郎 你可从安卫去找 就算把整个天启城翻过来 也要找到树荣飞 这里是厂王被查封的府邸 是最适合躲藏的地方 苏兰 你怎么在这儿 这次是我设的局 我自然要在这儿 看大帧改朝换代了 你设的局 那那些叛军 都是我安排的 汤前刺将军 是叛军的首领 汤前刺 说起来 还要感谢阿姐 如此招人喜欢 不仅怀了大征皇帝的龙翼 还让大征的将军 为你如此拼命 若不是如此 这个局 还不好做呢 你这是窃国 是会遭到万人唾骂的 窃勾者诛 窃国者侯 只要赢了 谁会在乎手段呢 更何况叛国的是 汤前刺 祝你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我返回天启 也只是担心阿姐的安危啊